1 好 冷月游戏 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我们今天来玩一下 脸书广告打有够大 的突突三果 那我必須要跟你講啦 這個突突三國吼 他的所有禮包碼 你也不用問說什麼冷月什麼禮包碼在哪裡 社區一看開局攻略一點 救人都幫你整理好了 那因為這個遊戲我自己我目前玩起來是覺得說他比較像是一個 卡牌類型的方格自走旗的一個玩法 就一樣的合成讓他自己去打的一個概念 只要是卡牌類型的方格戰略類型的這樣子 那我自己覺得他做的最好的部分的是我們的招顯 一樣是抽卡部分做的最好 那你所有的禮包碼輸一輸大概可以拿到55抽我們就來抽一下吧 那聽說啦最好的是抽到那個劉備這種禁衛軍 不然就玩突擊隊 那我看一下騎兵 騎兵的話是 突好像也不錯啊聽說的 我來看一下好了我們看一下攻略啊 攻略在巴哈 點下去直接過去啊 沒有錯啊我們的阿貝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我記得 上面應該上面一點 手說可以抽劉備啊實測可以實測強度不錯啊 然後組四都獨隊啊 好用的有禁跟槍 是禁跟槍啊 代表說 突的話暫時不用抽 那我們就拼個槍系戰槍系就好了 那我們這個限定卷先不抽 因為騎不強的話先不抽 我們就來抽一下一般招募吧 廢話不多說免費抽先來一下 哦呦一來就出個西式的黃斧松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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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十連招募 我覺得這整個遊戲做最好就這個招募頁面啊 真的是好到不像話 我絕品 哎呀 說劉備來劉備 真的太嗨啦 可是我們禁有辦法湊成一對嗎 好像沒有這麼多呢 沒關係我們再來再十抽 會不會再來一張劉備來升星呢 孫上香家人 我有趙雲來啦槍哥啊槍哥 他說哪下比較強的是槍跟進啊 那我們現在趙雲第二天也會送 這樣剛好可以升星用 帥氣無敵啊 哎呀第三次啊出誰哎呀劉備又來了 我的運氣有點好啊 劉備很強劉備就一直來呀 那再來給我來個劉備吧 龐德 黃斧松啊這次沒有啦 再來呀 黃斧松哎呀 初期的好運用完了 沒關係我們劉備可以升星了帥氣 黃斧松 升兩星 然後我們的郭懷也可以升星 李典 李典 靈筒 司馬師 陳鈺 觀星 好 我們看我們勁夠不夠啊 目前的勁只有袁紹 曹劉備 曹丕以及我們的劉備啊 哦組合激活健安神醫 降門鬍子 目前這兩個組合都還普普通通啊 沒關係我們人家就組個進啊組個進來啊 好差兩抽那就先不管他 我們先來跟大家玩一下那個啦 他的一個遊戲玩法 只要那邊有 哦圖鑑可以升級 圖鑑升級會加屬性啊 那我們就 廢話不多說 現在玩一局給大家看一下他究竟這個怎麼樣的玩法吧 篇章獎勵 哎呀私利篇 又看到可以抽卡了 再來個十連抽 來個劉備我要劉備 文秧 流血 其他都出現過了 好沒關係 來啊開戰第四章 那我們現在來組建一下我們的卡組吧 先把這劇情跑完了 那這劇情目前在董卓呂布那段啊 他開局就是三英戰呂布的階段啊現在準備要美人計啦 我們現在邊組一下卡組 刀的部分可以加一下槍的部分加一下 哦槍太多 反正我們也不玩方啊我們就把 方拿掉吧 那吐的部分 哎都吐的部分就吐也沒什麼用啊 我們吐應該也玩不太起來 以章機董鳳上共同上限 反正進位該上都要上啊因為進位可以湊我們的 湊我們的 湊我們的什麼來的 湊我們的劉備組合啊啊我張機在哪裡啊方式 張機沒上張機上一下 名將品質組合過多啊就把謀拿掉啊謀用不到啊 然後盾也可以拿掉啊 美人的話 其實效益也頗低的 也不會美人家都給放啊美人沒有卡位置啊 盾也來一下好了湊一下啦 把弓移掉好了盾上去 藍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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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了 那個韓當好了 好就先這樣吧保存卡組 來大家看他自走旗的魅力啊 好沒有說我們初級呢先省點錢 買一個最低階能用的就好了 那有進我們優先拿進啊沒進的話隨便拿 不對沒進拿槍啊 因為等一下可能會配我們的趙雲來玩 所以沒進拿槍啊有進拿進沒進拿槍 那初期我通常玩這種自走旗我習慣先囤經濟啊 然後我們一樣買一支啊買誰好呢 再拿一支靈筒然後升級 好出戰 那當然這種小品遊戲的話 如果大家想支持廠商我覺得他的永久卡CP值很高是可以刻的 但如果說你自己覺得其實 玩起來沒有到太吸引你的話我覺得就先不用刻了這樣子 因為這種小品遊戲其實真的很少人會特別去刻他 然後這個遊戲能力也很有興趣啊這個遊戲 因為早之前來看一下這個遊戲 亂世風雲王者霸業 所以他有一個廣告的那個頭像 全部都是破局的頭像 讓冷月非常好奇這款遊戲 所以冷月這款遊戲會找時間來給他玩一下 看一下他究竟什麼樣的內容 好那我們就先放著 來 能過就給他過 主攻升級帥氣 我今天要先來解一下 絕妙好池 好繼續 還想要三支出的時候我們要想辦法拿一支 進有一支進的拿下來 好一樣升級 欸不對不能升啊 我們要先留錢才對啊 留錢經濟才會高啊 沒留錢經濟高不起來啊 再挖升點 來啊 這遊戲如果不客廳啊 就是一直看廣告啊 出出了 像這個敵活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破局的頭啊 破局的皇宗 曹仁啊 破局的張飛 趙雲啊 破局的陸訓下 都已經是我們的 點尾 這玩法雖然很不破局啊 但人頭很破局啊 這個廣告讓我很好奇 這遊戲到底好不好玩呢 好我們再來 繼續 搞錯了要存那個 這個 銅幣我一直拿來升 我們能打過就讓他打過就好了 那劇情不能拉給自己開聲音聽啊 我覺得他 音效配的算不錯的 他要多一支我們再拿一支起來吧 現在用人刀嘛 洗一下 有一支陳譜是槍 好出戰 ok 可以打得過就好了 那我們就繼續囤我們經濟 來簡單的民間連環技 又獲得一個別院的收藏品 好再繼續 那玩法就是這樣子啊 很自走奇的一個玩法 我們有35塊了 先繼續出戰 所屬兵種防禦加15% 抗運加50% 來給敬衛來帶 如果你有課金買永久卡的話 打這關卡基本上是很輕鬆的 因為你有很多的額外福利可以用 但如果你像冷月一樣堅持無刻的話呢 就只能慢慢來啦 射他 刷好劍法 帥氣56塊 我們這樣利息會越來越多啊 關屏都是沒什麼用洗一下吧 靈筒跟鄧愛 來一下來一下來一下 然後出戰 現在應該是可以啦 應該可以勉強打過後 後半段了 大家看到多那個利啊 那個利息那個利啊 那就是我們要存錢的一個重點啊 剛錢購的都開始生啊 然後現在有辦法用禁衛來招了 我們先招之劉備來啊 出戰 那麼等一下一樣先 看有沒有辦法刷出一隻禁衛 哦呦 曹批的那個屬性提升了 趙雲來啦 還是沒有禁衛 沒關係我們趙雲來了就好 現在目前最流行的流派啊 槍跟鏡啊 該大家也看到了 實況主講的通常不會錯太多啊 那兵法 哦達成指定目標 獲得東西啊 五個人捲 等一下可以再抽抽卡啦 好那再來他就介紹一些基礎的玩法這樣子 我這麼多荒甫充跟 鄧愛 再升一下 然後我們進位看能不能用買的 再買一隻劉備好了 上線只能一次 然後需要大權杖我們只有小權杖 小權杖讓我們買一個 買一個 袁紹不為過吧 來個正手啊把他擺前面啊 正手是什麼 任性加5%行動增加攻擊15% 疊加三次還會回血 完美啊 加攻擊又吸血帥氣 好最後一關了準備打王關了 敵方是四嘟嘟啊 我方的話 買個美人吧 那我們就 這樣子應該打得過啦我覺得 應該可以的 蠻好相信我們的進位槍啊 對面是玩亂劍亂劍射擊的 大毒毒隊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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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有機會 nice 我後加8塊錢 兵法手札又可以帶來一個人券 再來繼續出發 他準備決戰了刺殺種族來了 啊 我有趙雲 趙雲來一下 借東風 這個片段不是迪士尼的動畫 他出自一個MMORPG遊戲 這遊戲最近熱度特別高啊 主打真實世界冒險題材 場景 人物 技能效果 是這樣的 遊戲畫面精美 探索能量豐富 包含 247個副本和28個世界boss 輸入理光碼 KRNG999 吉林公測專屬好理 想玩高品質 和MMORPG的夥伴 可以體驗一下 2秒 OK刷新 文秧 沒有我要了 來個成將啊 沒有 趙雲帶上去啊 出戰 看 輕鬆愉快啊 上前阻攔 OK結算 那大家如果有玩這遊戲就可以看一下劇情啊劇情 目前設計起來看起來還不錯的 南北斗相爭啊 再又新增了新功能了 可以建立農田 可以建立農田 來個升級我們的組成可以加速 好我們先這樣就好了我們再來先把我們卡抽完準備結束今天的影片啊 14抽再來個10抽我要劉備劉備劉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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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好吧來了 幾支沒啥用的 武將這邊再來 然後我們就來升一下吧 該升星的升升星啊 升一升升一升 好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這一款突突三國啊 因為冷月在那個 那個什麼還得了 臉書上實在被那個廣告洗到已經不知道他在玩什麼東東了 我現在這邊換一下 我們要把禁衛銀拿起來 禁衛銀 T1掉工兵營啊 然後禁衛銀升起來啊 禁跟槍為主力啊 刀也升一下吧 就都升一升啊 好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準備結束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說的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 下一支影片 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